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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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歡迎收看蘇米蘇的頻道 我們今天要來講一個輕鬆的 我們要來參靶袋 我的目的不是要你們來找我參靶 我的目的不是要你們來找我參靶 我的目的是要教你們自己回家參 所以我們這集比較輕鬆 參靶袋有哪些注意的東西呢 我盡可能去蒐集 不可能蒐集完 使用所有的產品 我的做法也不是標準做法 我就做給大家參考 你參考看看 你也多看看別人的 這個東西沒有安全性 自己可以玩 雖然它技術性也是很高 蘇米第一次產的時候 我十幾年前大概也產了兩個小時 沒有現在二十分鐘產出來的好 所以熟人生巧是必要的 所以說一般的店家只要產的還是比 一般的消費者還差 那就不用混啦 這個是需要一些用心和技巧 這時候呢 我們當然就要去選擇一些技術比較好的 以前常見有人到遠 從台北的西邊跑到台北的東邊 來給我產靶帶 不過我現在呢 產比較少了啦 所以負責比較多 還有訓練比較多 好那我們等一下就先介紹一些成品 再實際操作給大家看 這個我們節目沒有介紹過 這台車做我太太的車 60C的 這台車十幾年 第一個呢 開始很重要 然後再來是轉折的地方 再來是收頭的地方 這個我們都會去介紹 我習慣由下往上產 其實大部分的靶帶不適合由上往下產 因為你的手放在這邊 你假如是由上往下產的話 就讓你的手翻過來 它就會翻起來 就像瓦片 你瓦片要從下面慢慢疊上去才不會漏水 它可以接的 你假如是從上面往下 就一定會漏水 好這是類似 還有這個地方用的是八字型產法 不是每個靶帶可以用八字型產法 第一個厚度不要太厚 第二個它比較有彈性 第三個它的長度要夠長 我這邊有八字型產法 或是叫做貼法 後面補一塊 我會依照材料的狀況的決定 所以不一定用哪一種方法 還有我習慣由內往外產 由外往內產也是可以 我們只要在網路上看 有很多種示範 然後由下面開始產 其實都是ok的 你的手應該是這樣握 不要這樣內旋 內旋才會由外往內 這樣子你的手腕會不舒服啊 所以騎車子不應該是這樣啊 應該是正握啊 或是甚至有點往外啊 所以由內往外才對 還有一個 這個拔帶比較特別 大家有沒有看到 這邊收頭沒有用膠帶收頭 很多人想要從上往下纏 也是因為他不喜歡用膠帶 大家有沒有看 這個由下往上纏 也是沒有膠帶喔 那這個我們在示範的時候 會給大家看 怎麼樣不用膠帶 可以收頭在上面 好那我們來看下一台 這個材質不好纏啊 這個叫做軟木塞 就是PU加K 那這個握感也蠻好的 但是這種拔帶有一個 要注意的地方 它就是它的延展性不是那麼好 尤其你拉太用力 轉彎 它可能會斷力 有些人在彈這個把帶穿上斷掉 然後它就清風進氣 所以呢 我就不用這個八字型纏法 就用這個補貼法 然後後面補一塊 把它纏上 補貼法跟八字型纏法 在這個位置會有點不一樣 等一下我們實際操作的時候 再給大家看 那這個是鋼管車 也是從下面纏上來 然後尖距咧 大家可以看到尖距 轉彎的時候內窄外觀 從一開始就要有斜轎 這輛是我少數會從由上往下纏 這個是Cinelli的透明把帶 現在已經停產了 這個把帶外寬內窄 所以這個重疊的部分 寬的地方重疊就少 窄的地方重疊就多 然後這個也是補貼法 後面補一塊 甚至因為它是透明的 所以在這個束環這邊呢 我就貼一個黑色膠帶 你就不會看到晶晶亮亮的這個束環 它的張力可以拉到非常高 你手放在這邊不會翻 所以只有這個把帶 我是從上往下採 那而且它材質比較特殊 它用黏的是比較不好黏 有人不喜歡這種把帶 他說把帶很硬啊 沒有彈性空間啊 不會吸震 欸跟大家講齁 你要靠把帶去吸震 其實效果不是很好 你要換碳纖維把手 碳纖維把手的吸震 比鋁合金的好很多 我們使用碳纖維把手 不是因為它比較淺 我們有兩個理由使用它 第一個是碳纖維比較適合造型 另外一個呢 就是它的柔度比較高 所以有一些職業選手 他們不喜歡用碳纖維把手 他們是喜歡用黏維把手 碳纖維把手的柔度比較高 它有彈性 這是一台三鐵車 我們看三鐵車 因為手放在前面的時間比較長 所以前面就不會用膠去收頭 但其實收到外面 我們其實也可以用膠帶的方式 這台主要給大家看的是前面這一段 就是怎麼開始 比如說我們的尾塞 現在有電子變速尾塞控制器 它可能就不是要塞尾塞了 以前尾塞是要把它壓進去 現在這個就是邊緣切齊 還有一個就是不要對字 我會建議大家不要想要去對字 對字其實是很困難的 還有一個有一些靶帶它在設計的時候 就沒有想到要讓你對字 所以你硬要對字呢 可能張力不夠 兼具不對 所以對不對字 你可以讓它看起來有點秩序 但是那不是針針對齊 這可以看一下 這是成品 等一下我們就實際操作給大家看 大家看 這個就是材料 根本就是工具 所以我們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先介紹尾塞好了 在前面 這個是奇果罐 有很多種尾塞 這是Cinelli 我不曉得現在有沒有 它有各種顏色 它可以配成 這個尾塞也是點綴畫龍點睛的 這種尾塞通常會用在三鐵車是比較多 但有些公路車也是有配 這個呢就會需要用到橡膠錘把它錘進去 然後另外 這種尾塞呢 是有索羅斯的 欸現在蠻多的 這種比較好固定 有時候尾塞脫落也是很常見的 這種就不會脫落索羅斯 它的一個缺點 它拆沒那麼好拆 這個是索羅斯的 欸大家有沒有看過這個 軟木塞的 像紅酒瓶蓋一樣 這個Bloops的皮靶帶 我今天沒有皮的 然後因為那個不好找 靶帶很難保養喔 你只要搶鱗魚 有換到它會發醜 而且單腳也很高 又不好採 通常是掛牆壁的車子在用 再來 這個是最常見的 這個直接敲進去 用手壓進去之後 再用橡膠錘把它錘進去 這邊有個東西還蠻有趣的 剛好找到這個東西 反正很多人沒見過 這個是鋼管車才用的 它手頭可以不用交代 那等一下可以示範給大家看 這個現在不需要去哪裡買 這是以前留下來的 那這邊是拔帶 這個就是我們看透明的史內 這已經停產了 那如果有留一些 那這是合適的 譬如說碳纖維靶的時候 裡面有個紋路 或是一些塗裝 可以露出來的 那它屬於比較窄的 比較窄的 比較窄的都不好採 所以大家開始採把帶 不要找這麼太窄 這是布的 它還是屬於比較窄 鋼管車會比較稀 這些就是各種不同材質 當然有沒有看到 這個是義大利國旗 紅色都只能夠比較寬 因為是讓你重低的 所以讓你三個顏色是一樣寬 但是這個也不好採 因為在轉角的時候 就會破空 那這個是一般的 這個PU加軟木塞 手感很好 可是它也是容易拉斷 那這個是比較好採的 大家練習可以買這種 一個很貴 它就是PU發泡 然後可以拉 可以彎 然後還可以重複來 可以產品好退回來 像有一些軟木塞的 是退不回來的 退回來它就斷掉了 所以這個一定要一氣合成 這個也算是發泡PU的 只是它有夾置啊 有排孔啊 這個牌子 Black Ribbon 是專門在做靶袋的 義大利的品牌 所以很多品牌都是它代孔的 這個F牌的靶袋 很多人喜歡用 可是我很不喜歡產 因為它裡面有加布織布 所以它沒有什麼延展性 彎曲的時候不是很好彎曲 所以我只要是Physics 我都是會用後面補貼法 我不會用八字型彈法 因為它它沒有彈性 喔這個好慘啊 這是發泡 又是寬版 所以等一下我會用木質的這個白色靶袋 然後來幫它示範 欸坐墊場它也出了靶袋 所以靶袋要選什麼顏色齁 其實有時候會跟坐墊配 還有一個是什麼 會跟車架顏色配 比如說你車架上面有的顏色 譬如是有黑的 有白的 有綠的 有黃的 那你就會去配 或者是經典色 譬如說黃色 黃山啊 或是粉紅山 粉紅色啊這些 剩下就是跳tone 跳tone那就是 可能講說好物分明 有的人很喜歡 有的人看起來就很突兀 所以髮袋你要怎麼配 黑色是最安全 白色是最容易髒 然後其他顏色就是跳車子配 那這個是材料的部分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要準備哪些工具 第一個剪刀一定要的啊 我們要裁剪 對不對 要剪斜角 要剪洞 這個是大衣夾 這個是我的小訣竅 那你今天有遇到 接電話啊 或是兩隻手不會用的時候 可以先固定一下 可以這樣夾了 好夾了 我們等一下實際操作的時候 也會夾給大家看 然後再來是 透明膠袋 有的時候我在理線的時候 會用 我比較不喜歡用電工膠袋 我比較喜歡用透明膠袋 因為它比較薄 然後再來是 它比較不會黏黏的 有的時候那個殘膠黏的 還有一個 假如我們不用電工膠袋收頭的話 會用快乾膠黏 但是要買這個高狀快乾膠 好那我這邊有一罐是另外一個牌子的 已經打開了 所以等一下可以使用 好那這是一個耐熱的強力膠 我平常拿來當管胎膠用 那假如是像皮的 或是像布的 用快乾膠黏是比較不恰當 那我就會用這個管胎膠去黏 就是會需要的速度慢一點 那假如是電工膠袋 欸欸欸 你挑哪一種電工膠袋很重要啊 我習慣用這個路頭牌 那這個是等一下我會用的 那有的時候要做記號 會需要紙膠袋 所以FIT平常常常在做記號 所以紙膠袋都是有的 還有一個是橡皮槌 那要把這個尾塞 槌進去 用手壓不進去 最後一點點要橡皮槌 來把它槌 除了這個之外呢 準備一個垃圾桶在旁邊 我喜歡把東西都丟在地上 這樣看起來很會亂 那等一下就實際操作給大家看 大家看說明穿這個圍裙 其實工作的時候圍裙是很重要的 有時候突發狀況 圍裙就是要來給你擋這些髒東西 好那再來呢 剛才少講一個 你可能準備一個布啊 或是紙巾啊 甚至衛生紙啊 有時候還是會需要 第一個我們在纏把袋之前呢 要做兩件事 第一件事 當然除了把它清潔乾淨之外 另外一個呢 你要把線理好 假如那個時候線太長太短 或需要更換 你應該先做 不然的話把袋纏上去就沒機會了 你下次要理線 你要把它拆掉 把袋消耗品啊 不保證可以重複使用 然後另外一個呢 你的便把的角度要調好 很多人的便把角度都太垂了 這個便把角度要高一點 這個仰角 我的建議在15度到20度啦 你可以拿電子仰角器 有APP可以用 還有一個 你看起來比較高齁 你纏上去的時候 這裡會提高 因為你的把袋纏過去嘛 所以看起來就會低一點 所以安裝的時候會稍微高一點 那假如說 裝完了還需要調呢 把手這邊可以回調啦 或者是說 螺絲鬆了這邊還可以調 但是盡可能的就是說 你在搶把袋之前 把這些事情都準備好 好 那再來就是打開 把袋 那就有尾塞了 通常會附的 就是後面的補貼 一塊 然後可以先放旁邊 然後這個是收頭用的膠袋 尤其原廠附的時候 就當然不錯 也是可以用 這個是比較寬的 而且就是PU發泡 就是比較好纏啊 示範就是用好纏的來纏 第一個把它拆開來 這個比較看比較快 為什麼它那個示範 因為這個開始有點變黃 所以先把它拿來消掉 好的 當然它兩邊會修薄 纏起來的時候才不會這樣一冷一冷的 這個是會比較好 那我的習慣齁 第一個你要看怎麼纏 像纏字就是在外面 所以這是頭 有的時候頭在另外一邊 所以你要先確定 第二個呢 我會把背膠都撕掉 你要看一下背膠 假如真的很黏 會阻礙你的工作 你就不要全部撕掉 或是說 譬如說先撕一部分 剩下兩個再撕 撕掉多一點 比較好工作 起步是很重要的 起步的時候不要這樣 有些主車長的 它是這樣 我先做錯誤示範 它們這樣纏呢 開頭就會一坨 大家有沒有看到 這樣一坨 那不是很好 我比較喜歡 一開始纏的時候 就已經有斜角 大概要重疊到這裡 所以這樣寬度是一樣 這個纏完了 剛好可以示範一下 打椅甲 就可以固定一下 這個我們就可以試試看尾塞 你們剛才練習的時候 這個尾塞留的位置好不好 是很重要的 再一次來一次 剛開始咧 你要讓它重疊一點點 然後下來的時候 這個部分你要留得夠多 這樣你要塞尾塞 才會比較好塞 還有張力一定要夠 你鬆鬆拋拋的 很快就會鬆掉 假如你覺得不夠有彈性的話 你要換的是碳纖靶 我個人不喜歡用太厚的靶 那這個直線段是最容易的 開始要彎曲了 裡面就要比較窄 外面就要比較寬 你要抓中線的距離還是接近 好這樣才是對 像這個有字對不對 不要去管它 你只要張力一樣 它還是會有秩序 好你看開始轉彎了 所以裡面是不是變得比較窄 外面要寬一點 夾子又需要用到 我們要把它翻 等一下要開始 我兩種都是齁 八字型纏法跟補貼法 做給大家看 然後我兩邊弄不一樣 通常不會不一樣 我先示範給大家看 這個叫八字型纏法 八字型纏法這邊就會很重要 這個彈上來 這個空間太傻了 我會留一些空間 所以像這個我就會退回來 然後我把密度再彈高一點 因為這個比較寬板 平常我也沒有彈那麼寬 退回來 把密度增加一點 所以上面就會留一點空間 退得越遠 你可以分得越均勻 像這裡有留一點空間 這樣子這邊留著間距才會接近 像這個是把它服貼進去 有時候你可以塞上那個縫裡面 我再彈一次給大家看 我說八字型纏法的話 你在這個轉角變拔接合處的地方 這邊就要留點空間 為什麼 因為八字型上去還要再回來 回來你要留點空間給它纏 服貼順暢 是很重要的 還有一個要足夠的張力 足夠張力它才不會送脫 這種發泡是最好纏的 大家走臉呢 再去挑戰比較難纏的 這個非常好纏 又寬又有彈性 又可以重複殘 所以重複殘是說 你殘得不好你可以退回來 那還有齁 除非你是空力把只有收在這邊 大部分是收都在這邊 假如說你剩的很多 那你就要考慮一下 你是不是殘得太稀疏了 好 那殘在哪裡 好 基本上這邊有字的話 它只要留的位置還合理 你就把它露出來 我一般會習慣在一般的龍頭蓋出來 大概五公分左右 但你不用拿尺去量 尤其是低邊 你這邊量好 就是留點空間嘛 五公分 正負0.5 你可能5.5或是4.5都OK 視覺上都還覺得還蠻不錯的 最後一圈 你看 有壓到字對不對 剪掉 剪在哪裡 剪在下面 剩這樣才可以啦 因為這個本來就比較長 然後比較寬 有的你手一放它就跑掉了 像這個還蠻黏的 所以這時候你就可以用衣夾 好 這時候怎麼辦 退回來 裁剪 這留一點點寬度 大概7米左右 留一點寬度 好 收頭非常重要 這裏斜率是一樣的 然後跟把手交接觸是垂直的 好 你只要注意這些細節 你看這樣是不是 理論上這樣子 拿電光膠帶把它纏起來就可以了 我覺得這不是太好 我就會用這個高狀的快乾膠 快乾膠只要黏到手 或是把手上就擺 大家可以去買那個餅頭嘛 女生擦指甲的去光水 點一點點 好 不要點太多 點太多也是會氾染 黏上去 這個透明膠帶就可以稍微固定 它也是需要一點時間 那我們就快 好 放下來 所以這邊 把帶纏的後段就會高一點 所以看起來就會平一點 所以你原來那個角度要抓大一點 現在不要害怕放太高 現在握具都可以調 趁這時候我示範給大家看 那個圍塞 圍塞最重要的地方 是這個位置 你要把它拉進來 你不要放這樣 你要放這樣 塞進去這塊就會突出 所以你要把這一塊都會壓進來 好 像這個比較軟 就塞進去 那你要有的時候 比較硬啊 塞得深一點點的 你要用橡皮槌 好 身體頂著 稍微用一點力氣水冷一下 它就會進去 把它撕掉 它就固定了 你看 其實你不用電空膠帶也沒有問題 這樣就可以收頭了 大家有沒有發現 收在下面 好 不要收在上面 電空膠帶 重點是要切斜角 為什麼 因為你這個是有彈性的嘛 所以你前面是不是沒有張力 後面有張力 後面是拉了又變窄 就沒有辦法完全覆蓋 就會留一個邊邊出來 那貼也是從下面開始貼 貼的時候大家有沒有發現 我有稍微吐出來一點 讓它這個邊緣 蓋進去一點點 可以帶一點點張力沒有關係 大家來看 這樣是不是走頭很漂亮 你不要纏太多圈啦 纏個幾圈就可以 一兩圈就可以 其實它已經被固定了 也是一樣 收在下面 有沒有很漂亮 另外一邊呢 我們要換另外一種纏寶 平常你不會這樣兩邊纏不一樣 這樣不對 好 你看喔 看過有人那邊是由內往外纏 然後這邊就由外往內纏 然後這樣是不對的 所以這個要換頭 只要纏完了才發現喔 露白的比較多 要靠內側嘛 要重疊 我們是不是這樣開始纏 等一下就是這樣子往上纏 對不對 第一個 字有露出來 第二個是不是由內往外纏 然後兩邊對稱 來 我們要把這個多出來的部分切掉 要怎麼切 所以這邊是多的對不對 拿我的剪刀一樣 我來剪一個斜角 斜角要剪多少 因為它也有點彈性 所以不要拆太多就可以 怎麼開始 它要切平啦 好 這樣是不是平的 我們等一下這邊呢 正好切齊 或甚至蓋一點 這個間距有可能會拉大一點 所以一開始就要去調整它 然後補貼片 已經把背膠撕掉放在這邊 它還沒有黏到 你可以直接放上去 不會掉 所以我通常都會放旁邊 快要纏到了 才會把它拿出來貼上去 一樣你要順暢齁 轉彎處內側比較 窄外側比較寬 好 這邊留的寬度是夠的 這一塊就要把它補上去 補到呢 長一點沒關係 等一下可以把它剪掉 這時候手指頭就要靈活一點 這邊是不是都重疊 這樣子纏上來 所以這個就叫補貼法 好 補貼法的間距 這邊會拉稍微大一點 或者是更小一點多纏一圈 那邏輯是一樣 這樣就上來了 有時候會站起來看 讓它重疊是有秩序的 既然另外一邊已經纏了 最好是間距是可以一樣 不要說有一邊多纏一圈 那你間距就會不一樣 所以這邊就可以收在這裡 夾著 這一條呢是剛才我們用八字法 然後這邊用補貼法 有沒有長度不一樣 差一圈 所以我說長度不夠的話 不要用八字型 要用補貼法 好 那我們這邊要修剪 有時候會拉出來多一點 看怎麼修剪比較好 不要剪錯邊啊 這樣這個不會跟著跑 就有一個好處吧 好 有時候我們要看一下 像這個就是在微調 稍微拉開一點 只要比較長不用擺 比較長就修掉一點點 那我們這邊 我就直接拿電功膠再收頭了 好 這是比較簡單的 這個就不用快乾膠了 把它剪掉 這邊呢也是一樣 重貼法 這個太多的把它剪掉 但是這裡是沒有尾塞的 好 那你尾塞要裝上去怎麼辦 就會太鬆 好 那我們這是尾塞控制器 裝在這裡 尾塞控制器是沒有辦法反折進去的 那假如你真的還是想要弄怎麼辦 你可以拿這個紙膠袋啊 不要纏到這個底啊 把它纏厚一點 我們要試試看 太厚了就塞進去 講得進去 那你只要覺得夠緊 你可以纏厚一點 或者是 放一點快乾膠 一點點就好了 不要太多 好 等一下乾了就不會掉 今天示範兩邊是不一樣的纏法 這是補貼法 這個是八字型殘法 兩邊不一樣 一個是有打尾塞進去的 另外一邊是切漆的 好 給大家看 那這邊是 可以不用電控膠袋手頭 用膠狀的快乾膠把它黏起來 不要用那種液狀的 它會氾濫 然後你就很難控制 兩邊要一樣寬 然後最好是間鋸要一樣 短一點的用補貼法 夠長才用八字型殘法 還有你的便把要搞一點 因為這邊補起來之後 膠套放下來 這邊就會被電膠 還有你的線要先離好 欸 我們下次就來講怎麼走線啊 好 我們今天就教大家殘把袋 大家如果有興趣 你可以自己回去練習 你可以多看幾次啊 或是停格啊 重複啊 它只是一個技師應該要有的技能 那我喜歡做FITING 所以你們可以找時間來找我做FITING 好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邊 謝謝各位 歡迎繼續收看我的頻道 謝謝 大家好 歡迎收看舒明書的頻道 大家有沒有發現 我們今天場景不一樣 今天帶大家來訓練中心 我不喜歡講健身房 因為那個比較傳統 那我們會喜歡講訓練中心 其實今天就是 舒明自己的訓練日 那只是說跟大家談一下訓練 可能比較沒有那麼有系統 或是講的不會那麼完整 但是呢 還是希望傳達一些正確的訊息給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